好 接下來要告訴您 延宕多時 風波不斷的嘉義故宮南院計畫 終於出現了轉機 今天在最新的設計案公開的同時 也宣布開館日期定在2015年 規劃多年的故宮南院 定位為亞洲藝術跟文化中心 建築師姚仁喜與立建築 結合亞洲三大主要文明 要將故宮南院打造成 可以比美法國羅浮宮的世界級博物館 把這個亞洲 中國 印度 波斯 這個各用龍馬像這三個的代表的交流 把它轉化成中國書法的一些意境 做出了這個希望在嘉南平原上 呈現出一個生態環境裡面的 一個流動的形體 總預算將近80億的故宮南院計畫 從93年核定以來 過程波折不斷 因為工程弊案 還有原本承包設計的國際公司退出 好幾起關係還在訴訟中 98年又因莫拉克風災造成基地水壞 故宮院長說 為了不讓南院計畫繼續延宕 團隊一直不敢鬆懈 一天一腳印 帶著我們的同仁 把前面的死結給解開了 也就是把前面的問題解決 現在才能夠走上這樣完全新的 我們也找到最好的設計師 我們也找到最好的團隊 未來我想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建設 周公新說 佔地70公頃的故宮南院 預期未來不只有亞洲最豐富的文物典藏 也是極具特色的建築 就博物館行銷來說 已經成功了一大半 相信2015年開館的故宮南院 不將只是江南平原最有特色的建築 也是一座國際級的博物館 解陳書君 陳信榮 台北報導 新聞 王岩美教堂